在这次Minecraft的社会实验中 即将会有一百名玩家被投放到三个大头上 雪原的雪民 森林的森民 沙漠的沙民 他们即将像现实生活中一样 创造不同的政权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文明 他们不会接受管理员的帮助 并且他们只有一条生命 死亡后就无法复活 所以请欣赏这次由像素文明服务器达到的 社会学文明实验 在第一天的开始 玩家们与平时的生存一样 采集资源 部分玩家耐不住行资 早早跨越了边境 扭露了山顶 遭到了天前 很快 玩家们发掘资源的匮乏 生存的困难 便组建了不同的团队 以求提升生产力 海带硬材极方便 成为了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各个团队也开始饲养牲畜与种植植物 来获取优于海带的食物 各个岛屿的人们陆续发现了 可以用于祭祀用的附魔台 在每个初始的岛屿上都有两个 因附魔台不可移动 各个团队便聚集在附魔台周围开始建设基地 在血缘上 因地域狭小 血缘很快便聚集了起来 经过讨论 选民们以投票的方式 选取出了自己的领导者 首雷克 在首雷克的同意下 血缘中的四位选民组成了四制领 让他们能独立处理一些事项 随着嘉行堂的大力传教 嘉然教成为一部分选民的宗教 圣嘉然指引着我 圣嘉然 然而 首雷克经常不与选民交流 不询问选民们的意见 令部分选民十分不满 在沙漠岛屿上 地广人稀 团队分散 因此 沙民们以五个团队 分别是 木驴盟 第一祭坛 双叶共和国 沙漠城堡和中立据点 组成了最高沙漠联盟 以此让团队之间相互合作 森林岛屿中 由Zones为首的北方联邦 和以X军为首的南方公社组成 南方公社积极联系 其他岛屿上的组织 试图建立起一个三岛的联盟 一些森民 因不想参与南北两派的争端 对此事持忠义态度 于是在森林岛屿中心的 附魔台附近 驻扎自己的营地 就这样 除了几位意外死亡的玩家 第一天就过去了 在游戏以外 广布的信息网的注意动下 雪人的皇帝 首雷克 发现自这岭四人表面上 效忠于雪人帝国 但实际上 却与森林的南方公社 有着复杂的联系 针对这一威胁雪人政权的组织 经过短暂的决议 雪人皇帝认为 清洗的时刻到了 他们以下框为理由 对自治理发动袭击 首雷克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雪人的危机似乎已经解除了 在森林 南方公社的圣克在前一天的事件中认为 公社自身性质已经改变 准备离开公社 不过 圣克就这样成为了这次 正前博弈的牺牲品 但这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 回到雪人 皇帝 为首雷克正领导他的子民们发展生产力 但是 以此突兀起来政变 改变了这个格局 伟大的雪人皇帝 首雷克 忽然被不满于他的专制的两名玩家 随梦和林德厮杀 雪人人失去了他们的皇帝 君主列宦志变为民主制度 直到首雷克的继承者 苹果尚尉 他将首雷克追封为神皇 雪人再一次成为了雪人帝国 雪人的内乱 引起了雪人与南森的 激烈的舆论交锋 雪人人认为 雪皇一世死亡因由南森公社负责 他们决定与北森一同对抗南森 此时 北森以南森妄图在三个岛屿 建立势力的野心为理由 拒绝森林的统一 而南森得知消息后 也在指责北森与雪人进行合作 丧权辱国 二次会谈破裂后 南森派遣自己在雪人的渗透势力 直接破坏了雪人的附魔台 此时 虽然北森获得了雪人的支持 但是此时岛屿间的边境尚且不能通过 雪人的援助无法抵达森林 并且森林岛的附魔台 仍被南森和中立人士共同占据 北森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对于北森来说 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 南方国社的一些成员 宣称自己是中立人士 以此来制造中立森林 与南方国社联盟的家乡 并且中立人士Light 还击杀了北森成员Space 但人不知情的北森只能放弃陆地 逃往地下基地 南森基本统一了森林 啊 什么 沙漠 沙漠则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圣地 他们在一天之内 修建了不少的建筑以及防御工室 看起来各个岛屿之间的内战结束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到了解除边界限制的时间了 雪原对北森的军事援助得以实现 对南森的攻势也将全面展开 沙漠人亚秦投靠了北方森林 成为了北森中重要的一员 雪明在森林岛西北部登陆 首先对南方公社在第一天建设的基地发起了进攻 但里面空无一人 我靠太狠了 那边直接在这边侮辱坟墓了 南方公社将防守位置定在主山脉的顶峰 也是森林岛覆墨台的所在地 经过了侦查和明确目标之后 北森和雪原的联合武装 冰临成下 北森林岛西北部登陆 中文字幕志愿者也行 北森林岛西北部 北森林岛西北部风 第二天ём 大家午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想出了一个计中计 就是把间谍骆驼又偏到鸡潭进行活人献祭 哈哈哈哈 鸡潭来了 刀剑落下 祭品扔出 在骆驼瞬间的灰飞烟灭中 第三天结束了 第四天开始没多久 便传来了沙漠王Key Archer意外摔死的消息 这让人们悲痛一觉 雪僧王国也把大部分的人力用在了钓鱼上 因为钓鱼可能获得比较珍贵的附魔术 此时 雅琴杀死了一位忠义的声明 引起了轩然大波 沙漠指责雪僧肆意杀害平民 而雪僧坚持宣称其为公社成员 雪僧发现了南方公社的基地 便对其进行了劫掠 破坏了正在建造的习惯 最终 雪僧王国清除了公社 沙漠对其赶尽杀绝的行为十分不满 此时 雪僧与沙漠的关系 达到了异常紧张的程度 沙漠与雪僧的战争爆发了 拉菲这种离奇的意外死亡 大大鼓舞了森雪战士们的志气 雪僧开始对沙漠发起了进攻 沙漠 神皇太子 雪僧露清了双叶共和国 城堡也被掠夺 对于攻打双叶城的这次胜利 他们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发自内心的感言 在雅琴的带路下 雪僧杀入沙漠城堡 此时 沙漠的牧驴盟首领 牧自驱 其实已经在暗中在为雪僧服务 便理应外合 杀死了三名玩家 残于势力寡步顶重 只好投降 随后雪僧没有杀死其余沙民 雪僧统一了世界政权 至此 社会学模拟实验也就到此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